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汁原味的还原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小说里含有大量不得不删改的剧情 如妖鬼 穿越和惊悚的情节 势必要删除 所以 从整体框架来看 无忧度和昧着无疆一样都逃脱不了大改的命运 小说属于穿越题材 史上最强推销原版下宋祖儿是穿越 而穿越的第一件事仍然不忘记自己的职业 首先将怀里的家常卫生巾推销给一个半身男鬼 同时与捉鬼收灵的阴阳师宣夜任嘉伦氏相遇 小说是以单元剧的形式展开 厌世剧估计也是一样 男主法力高强 女主有天生的阴阳眼 两人一起结伴收妖 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妖灵 虽是收妖 但更讲究的是度化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小说里男主的设定是高马尾 备注刀 对人无敌 有点梦回锦衣之下 从小说的人物设定来看 男女主和任嘉伦 宋祖儿的形象还是很贴合的 再加上强悍的制作班底 任嘉伦带动收视率和话题度 这个暴剧直接预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